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营养免疫学健康顾问 我叫靳文 上一个video我跟大家分享到 我们身体里面的清除细胞 是怎样把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出体外 今天这个video去跟大家分享 我们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 第三大功能 修补细胞是如何来运作的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修补细胞 红红色的就是血小板 它每一天晚上都会一针一线 把我们身上受损的细胞跟组织 给修复好 假设今天我的手骨折了 我去看医生 医生帮我打石膏 几个月过后我的伤口愈合了 大家觉得是谁的功劳 是医生 是石膏还是其他咧? 其实是修补细胞把我们的伤口给修补好 医生的工作只是帮我们打石膏 石膏的工作只是帮我们固定着我们的骨头 最大的功劳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修补细胞 如果今天我们身体里面的修补细胞不会做工 伤口无法愈合 这样子我们的生命也会面对到威胁 下一个video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底免疫系统和营养跟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怎样才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谢谢